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是怎么样在圆形图表或者环形图表 以及半圆形图表上面做出像仪表版动画 指针抖动或者是数据闪现的效果 像是这个样子 再看一次 好 这边有三个动画效果 那我们分别来帮各位做介绍 首先先看这一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基本上它就是加一个局部的圆 然后再加上滚的动画 然后再加上闪烁的文字 这个闪烁文字的部分呢 之前我们在波浪效果第二集 后面有已经有介绍 所以这边今天我们就不浪费时间 就不多做介绍 各位可以自行参考之前的波浪效果 那个影片 好 我们先画一个大圆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颜色 然后设定它是无线条 好 做完之后呢 我们插入一个图案 这图案呢叫做这个 叫局部圆 它是可以调整它的开口大小的 怎么调整呢 就是上面的 这个螺旋状的图标呢 它可以旋转它的方向 那开口的大小 你可以点选这两个橘色 好 调哪一个地方都可以 我们把它调整成像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最后 我们希望的数字是75% 75% 就刚好是四分之三 像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新增一个动画 然后把它加入一个动画效果叫做滚轮 然后时间呢设定成0.75秒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像这样子 好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一个 比较小的白色的圆形 白色的圆形 把它挡住 然后这一个区间呢 就看各位的喜欢 比方说你想要留这么宽 好 刚好挡住 看一下效果 它这样子就会有一种 环形 出现的一个效果 好 闪烁文字把它加上去 好 然后我们让这个 环形的滚轮效果 以及闪现文字呢 设定它的动画效果 两个都同时出现 好 像这样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加上一些图标 也可以 好 整体的效果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100颗度的 好 100颗度的圆 所以每一度是3.6度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看它 它的时钟呢 里面的指针 里面的指针是会抖动的 这里面有几个元件 首先呢就是时钟要做出来 然后呢这个指针 也要做出来 然后指针呢我们动画 它不但要转 而且必须要有这种抖动的效果 好 这两个呢 这个表面呢 以及这个指针 哪个比较难做呢 我是觉得这个比较难做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 技术不难啦 但是它的步骤比较多 如果你在网路上找不到像这样的图表的话 那你要手工做就比较困难 好 我先做这个 假设你真的是找不到 然后你要从头手工做的话 100颗度的 我在网路上是找不到啦 但是呢 10等分的圆我是找到了 我们先画一个大圆 然后呢你去网路上就打10等分圆 就把这个圆分成10等分 接下来呢 你去插入图案 插入矩形 像这样 然后把它弄得很细的矩形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只有形状像矩形 三角形这种东西才能做合并图案 也就是所谓的不额运算 如果你是只是画一条线 就是插入是线条 就算线条再出 对不额运算来讲 它都是线条而已 它不是图案 所以它没办法进行不额运算 所以我们一定要插一个很细很细的矩形 宽度呢就设定0.1 然后高度呢 我这边刚好这个圆是12.73 好 你可以调整它旋转的方向 然后我这边一次就复制了好多根 先把它摆好 摆好之后呢 我们就加一个圆形 刚好把它挡住 留下你想要的宽度 到图形格式 合并图案 这个就所谓的不额运算 里面呢 这次我们要用分割 分割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很多块 然后就把这几块都 不要的地方冲锋 都把它delete掉 删除掉 就会留下 这些东西 接下来呢 我们做这个 就是更细的刻度 更细的刻度 这个就比较多了 用刚才的方法 一样把它摆好 加入一个圆形 我们待会要做分割 那个圆形呢 再要比刚才那个 再稍微再大一点 大概呢 我们这个留下灰色的地方 要是红色的地方 大概一半左右 好大概一半左右 如果你在直接这样子 就按分割的话 你这样会把红色 刚才我们做好的地方 也一起把它剪掉了 那当然我们不要嘛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你先到常用 里面有一个选取窗格 到这边呢 先把你不想要影响到的东西 统统把它关掉 这个有点像Photoshop的 那个图层 就把你不要的图层 把它全部先关掉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了 好 把它关掉之后 我们画面上看到 只有这些东西而已 接下来才做 不额晕算的分割 按下去之后呢 把东西全部都删掉 删掉完之后 就会留下很漂亮的 这些东西 然后再把刚才 我们关掉的那些图层 再打开 接下来呢 我们让这个圆形呢 加一个轮框 外圈 把它装好 把颜色呢 设定成白色 加上数字 然后再加上 这个指针 这个指针 我们待会要做出来 而且要让这个指针 有一个动画 会让指针呢 不但转动 而且会有抖动的效果 好 这个指针怎么做呢 我们先做出形状出来 首先你去插入 一个图案 叫做三角形 等药三角形 接下来调整它的大小 让它变成尖尖的 设定它为红色 然后无线条 我们在它底端 再加一个圆球 如果这个时候 你就加上 因为旋转一定 大概就是陀螺转了 陀螺转这个动画 如果你这个时候就直接对它加陀螺转的动画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 陀螺转它的动画的判定中心点 是由物件的中心点去做旋转 如果你这个时候就加上去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旋转方式 那看来不是我们要的嘛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它的旋转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圆球的这一块 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指针 然后让底下这个指针呢 设定它的颜色跟线条 把它设定成无填满 然后线条设定成无线条 就变成透明的隐形的 画面上虽然看不到 但是其实呢 它有三个物件 接下来我们把这三个物件 点好之后呢 按Ctrl加均把它组成群组 这个时候才开始加动画 叫做陀螺转 那陀螺转要转几度呢 我们这边呢 你可以到这个指针这边 动画窗戈里面指针这边 然后呢按下这个小箭头 效果选项这边呢 你可以选择说制定要多少度 我们这次呢把它设定 它是300度 为什么要是300度呢 不是应该75% 360的75%不是270度吗 我这边待会帮各位介绍 为什么要第一个动画 要先设定成300度 然后时间呢 我们就设定它是0.2秒 就要完成 好看起来像这样 那这个时候呢 只有转一次 但是它没有抖动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要加抖动的效果 像这样 如果你要做出 物件有这种弹跳的抖动效果 我们之前在 之前一个影片叫弹跳效果 这个影片里面已经有介绍 就是需要同样的动画效果 不断的做快速的叠加 这样子才会产生 感觉物件有上下或者左右的 抖动或者弹跳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指针 新增很多 陀螺转的动画 但是陀螺转的动画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里面设定 它可以设定成逆时针或者顺时针 然后我这边把它设定成300 逆时针 我们假设这是正数 然后-40加20 然后-20正10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呢 因为我们目标度数是270 270度 因为我们总共最后出现的数字 要75% 360一个圆圈 360的75%就是270 然后这边呢 你必须 不管你加多少动画 没关系 你就是让它的动画 里面的那个度数 最后加起来 是等于你想要的度数就好 那为什么第一个要300度呢 我们不是直接设定270吗 如果是正常来讲 各位有蹭过食物 或者蹭过体重的话 是那种指针式的磅秤的话 你都知道 我们刚站下去 或者把物品刚放上去的时候 其实假设这个物品是75公斤 你直接先放上去的时候 它其实不会在75公斤 那个指针会停止 而是会超过75公斤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向下的加速度吗 所以那个物品对子磅秤来讲 它一开始其实是比较比较重的 然后最后才慢慢的 它会上下的 上下的最后回到平衡 所以你的政府 你的政府 前面的数 前面后面的这个度数 你的政府应该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最后 会停在一个平面上面 就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所以前面要大于后面的 也就是后面的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最后加起来 等于你想要的度数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 然后这边总共用5个 你要用10个20个都可以 只是就慢慢越小越小越小 你可以后面再加5-5 加3-3 随便都可以 最后反正等于270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弄完之后呢 把它的延迟时间 按照这样的步骤 这个东西延迟 跟它都是同时 但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延迟0.2秒 以此类推 然后每一个的后面 这四个的指针的期间 都是0.1 这个是0.2 然后这个是0.1 摆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动画效果 就会像这个样子 这样就有弹跳 躲动的那种感觉了 把它放上去 然后再加上闪现文字 设定它的这个躲动的效果 跟文字的时间的动画 都是同时的 好 这样圆形的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种半圆盘形的 这种感觉像仪表版的这种东西 如果你之前360度的做完 180度其实应该拦不倒各位 主要呢 这边 最多的要复制的一个图案 叫做一样 举步圆 像这个样子 把它插进去 然后把它调整成半圆形 接下来把它设定成五填满 线条设定 实性线条 颜色选黑色 宽度选3pt 然后这个东西先留着 先摆到旁边 我们再复制一个四个一模一样的这种半圆形 就局部圆把它调整四个一模一样大小 跟刚才那个是一模一样大小 颜色呢 设定成你 四个颜色设定成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呢 调整它的就是一样 调整这个开口 把它调整像这样子 四个东西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凑起来刚好是一个半圆 接下来我们加上一个圆形 我们一样要做不为运算 这一张呢 组合好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先把这一张 复制四张来做 如果你是直接这样子 这四个点起来之后 再按这边 然后你再去按分割或者减去的话 其实呢 它的颜色会变得不一样 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先分四张 然后呢 第一张留下蓝色 第二张留下黄色 以此雷腿 这个时候才开始来做不为运算 造图形格式 合并图案 里面的减去 减掉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把它组合起来 这样就是刚好是一个半圆形 刚好是一个半圆形 而且宽度刚好是你想要的 把刚才那个外框把它装回来 然后这颗度就跟刚才的做法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就自己把你自己想要的颗度大小 把它设定好 加上文字 把指针呢 也装上去 设定动画 那这边呢 因为它是半圆 半圆呢 只有180度 所以呢 假设你的目标度数一样是75% 那你的目标度数就变成 刚才的除以2嘛 360乘以0.75 再除以2 就变成135度 就是你这边要转135度 也就是说上面这边 加起来 刚好要是135 其实就是刚才的动画 除以2 这样就好了 135嘛 延迟跟时间都是设定都是一模一样 跟刚才一样 好 你可以把刚才的指针抓过来 然后呢 你把这个度数调一调 这样就刚好可以用了 效果再看一次 好 接下来我们希望加上它的闪现文字 然后我们把指针的抖动效果 跟文字的闪现 做动画的同时播放 所以在同时播放 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下 您必须把这种闪现文字的这个动画 放在最上面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放在最上面的话 你是把它放到 最下面 放到最下面 因为它是上面有延迟效果 如果你又设定成同时 它会从这边才开始做 这个做完之后才会开始做 闪现文字 然后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放在最下面 会变成是这种效果 看到没有 指针抖完之后 文字才出来 那我们不要嘛 我们当然是把它摆到最上面 好 今天这三个动画呢 就帮各位介绍到这边 如果你 这边呢 其实比较花时间就是这个指针啊 如果你网路上可以找到 这种指针大小 或者你直接把我这个萤幕 截图起来也可以 那你的指针就不用做那么辛苦 这三个动画效果呢 今天就一次分享给大家 那你如果平常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需要 放到一些动画的效果的话 那这样子可以用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整份图表 全部都在那边躲来躲去的 这偶尔用一下可以 或者是你是要放在影片里面 那就很好 因为看起来就比较活泼生动 好 今天这三个动画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